希望求求大家不要再波及这些无辜的人 谁犯错 谁就去好好地忏悔跟面对 让司法去处理 她的恩师小妍姐因为受到黄纸交信骚风波影响 让王彩华好心疼 我看小妍姐这样我真的很难过 因为小妍姐在我们演艺圈 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姐 因为小妍姐不只会提膝后辈 还时常做工艺绑住社会 而孟冠璐则是曾经和王彩华 一起在剧中担任母女搭档 感情可以说是相当好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蛮心痛的啦 再来我很心疼耿卤 因为毕竟耿卤也叫我妈咪 对 那一直以来她都是一个非常有礼貌 又很孝顺的小孩 王彩华23号和女儿婷婷一起出席活动 男人仿佛就像是姐妹 而她也大方支持女儿追求新梦 不过爱女心切的她强调 只要是女儿试镜就一定会全程陪伴 遇到什么状况 路边也好 有人跟你也好 你一定要 如果对你有一些毛手毛脚 或你觉得不舒服 一定要大叫 就怕女儿遭遇性骚扰 也教导她要如何自保 王彩华强调犯错的人 自己要去面对后续责任 同时也不希望再有人无辜受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Matthews 枇你 是vis 地位 有 楼